克莱汤普森明年夏天会成为自由球员,而勇士队想要留下他也不容易,因为勇士队目前已经有护理,杜莱特两个顶心球员了。 而勇士队主教练科尔认为,汤普森一定会职业生涯都只穿一键球员,那就是勇士队的球衣。 科尔认为汤普森会跟科比、路维茨基、雷吉米勒和斯托克顿一样,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都只穿一键球员,这样的球员很少,但是汤普森有希望做到。 科尔非常希望汤普森争贯职业生涯抖穿勇士队的球员,这是一件非常正确,也非常有趣的事情,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去留下他,我们想要他,我们爱他,我现在也知道他喜欢弯曲,喜欢他的队友们。 所以,当他明年成为自由球员后,而我们混视着搞定这件事,科尔说,汤普森是年第一第十一岁内被用勇士队选中的球员,他在勇士队效率了七个赛季,上赛季他唱军得到二十分二点五助攻三八篮板,是勇士队的第三得分点,汤普森是非常好的得分手。 他跟库里、杜兰特搭档非常合适,他不需要太多的球权,但是得分爆发力非常强,汤普森曾经有单截三十七分,三截六十分的神奇表现。 汤普森如今已经四次入选全明星,而且拿到了三个总冠军戒指,他新赛季的薪资为一千八百九十九万美元,这个薪资对于目前汤普森的实力来说,是非常低的。 汤普森也会在明年下签成为自由球员,他将会寻求一份定星合同,如果汤普森成为自由球员,很多球队都会愿意给他顶星合同,包括虎人队等球队,汤普森的打法也跟詹姆斯非常搭配,但是汤普森很可能还是会留束勇士队。 正如和尔所说,汤普森非常喜欢在勇士队打球,他非常喜欢跟库里一起搭档,而且他跟这个地方的朋友都非常友好。 汤普森也是一个乐于牺牲自我的球员,他本来也有当球队一把手的实力,但是他甘愿辅助库里。 而当杜兰特加梦之后,他成为了球队的第三得分手,他依然是没有乐言,勇士队新赛季组建了库里、汤普森、杜兰特、格林和考新斯五个全明星阵容的球队。 他们先赛季的唯一目标就是夺档,而明年夏天堂普森、杜兰特和考新斯都会成为自由球员。 如果考新斯恢复健康,他就一定会离开,去其他球队拿一份大合同。 而杜兰特拿到了三个总冠军戒指之后,他或许也会寻求更大的合同,以为来了证明自己可以独自在队夺冠,也有可能离开。 如果是这样,那么勇士队就有很大的可能留下汤普森。 当初雷斯特抬出万难,拒绝用汤普森交易乐福,也就此建立了勇士王朝,如今科尔都发话了。 而勇士队老板也是非常喜欢汤普森的,相信明年夏天汤普森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留守勇士队,如果他跟护理职业生涯都可以效力一支球队,那么也是一段佳话。 因为很少有组合可以职业生涯指向第一支球队,斯托克段和马龙差点完成记录,而GDP本来有希望,如今到可被交易。 吉诺比喻和邓肯或许也有机会,希望汤普森下三季表现出色,明年夏天继续跟勇士队训约。